各位观众朋友 大家新年好 2023年了 掰着手指都算算 我也是人到中年了 当年别人说我们这一代怎么样 现在我们也能够说 现在的年轻人 现在的年轻人 真的很聪明的 你再用老一套去忽悠他们 不好使了 你现在你在忽悠那些小年轻 你忽悠他们无偿献血 你忽悠他们义务加班 你忽悠他们讲奉献 现在他们都惊得跟猴一样 他们不吃这一套了 不好忽悠了 今天咱们还是得从人民日报来说起 人民日报又在搞那些老一套 结果评论区就翻车了 我们来看看是怎么一回事 这是人民日报 发这个文章 务必敢于斗争 善于斗争 然后评论区 马上就翻车了 你看网友怎么说的 看了评论可以放心了 人民群众的眼睛是血亮的 然后要敢于自我批评 要善于解决问题 这就是直接就是网上怼 网友就纳闷了 听不懂 好好的为什么要斗争 爱好和平和平不好吗 怎么就这么喜欢斗争呢 要和谐不要斗争 人不是地等动物 咬来斗去的 好斗者都亡于斗争 这不就是在说人民日报吗 要坚决和侵犯老百姓利益的行为 做斗争 这个斗争方向对了 路的对了 到处都是可怜人 喝水斗争 协商不好吗 对啊 你问别人啊 是否家里有钱 问你家里有矿吗 你有矿吗 对不起 我是矿 我家里没矿 我是矿 人矿 人矿 人与人之间 斗来斗去 这可不就是人与人之间 争来争去 咬来咬去吗 对于那些既得利益者来说 对于那些矿主来说 我们都是矿 他们就要发动群众去搞斗争 人与人斗其乐无穷 评论区就翻车了 现在呢 谁啊 孙老师啊 怎么说 现在的网友都学聪明了 一看到新闻就直接奔评论区去找真相去聊 只要是关闭评论区的就能够直接判定 假的 不管这个新闻的媒体是啥级别的 肯定是假的 这还是在哪里 这是在微信啊 微信就不敢去指明道姓 说什么人民日报了 说人民日报有可能会出问题 你官媒批评不得的 说不得的 这是关于评价这么一个 人民日报评论区翻车 说斗争 为什么要斗争 跟谁斗争 现在这个卷卷的还不够吗 内卷 你说过这过去三年啊 首先是卷制造业啊 卷服务业 把他们卷关门了 把他们卷倒闭了啊 然后呢这个核酸产业大发国家财 垄断供应链啊 然后呢核酸公司之前也互相内卷啊 他们之间动不动啊 我为了降低成本 我造假核酸 一性证明啊 我为了降低成本 我给我的员工开耿地的工资 拖欠工资 昨天不是说重庆那个药厂吗 哎 没订单了 赶紧就是一夜之间啊 辞罪8000人啊 酿成群体事件 内卷啊 现在还在说这个什么啊 斗争斗争 哎 有人也是要斗争啊 在这里呢 又来了一个很搞笑的一件事啊 喜无乐见一件事啊 司马南被打了 应不应该把打人者绳之以法 这不和谐呀 真的 咱说这个性质 这不和谐啊 人与人斗 你不要动手啊 你动嘴就可以了 呃 司马南是怎么说的 新冠这个没有特效药 这是他说的啊 这不是我说的啊 这不是我的观点 我这引用司马南的观点 他说这个东西没有特效药 结果被人撵到胡同 死口枪枪根底下一端拳打脚踢 叫你多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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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2023年1月6号 呃 司马南被打了 然后呢 是1月8号 发生了一个事情 司马南还真的是挺挺挺 倒霉的啊 就是说人红是非多呀 呃 司马南最早就是追溯到那么一个段子了 一个女的在司马南讲课的时候说呀 谁把司马南打一顿 我陪他睡觉啊 这是最早就是有人要打司马南 然后呢 就是在什么美国机场啊 还是啊 电梯还是什么什么地方 司马这个他的头被夹了一下啊 司马夹头啊 这个这个不是对人身攻击啊 就是别人给送这么一个雅号叫司马夹头 然后呢 司马南又被打了 这真的 反美是工作 赴美是生活 这真的是搞的是里外不是人啊 跑到美国去生活 那么国内小粉红任由你是反飞啊 你在国内呢 又骂着美国靠这个来生活 别人呢 又觉得你是大外宣 你所以说你这司马南 他这搞的是里外不是人呢 左右都受气啊 加板气啊 呃 这就有点跟这个今天的这个主题啊 人民日报的这个斗争啊 就有点联系上了啊 这个人民日报说要敢于斗争啊 要善于斗争 这就是斗争文化 这是共产党内的斗争文化啊 结果呢 很多明眼人 我不斗啊 我凭什么斗啊 我跟谁斗啊 啊 这是怼人民日报 但是 这是1月5号人民日报的信息 然后呢 1月6号司马南就被斗争了 司马南就被打了啊 在这里就是能够体现一个情况 什么情况呀啊 这个小年轻啊 现在的年轻人啊 你忽悠不好 不好忽悠了 他们有很多都是有自己的想法了 你并不是说之前 呃 这个主流媒体电视新闻联播啊 咱们小时候啊 80后70后小时候 这个信息获取渠道信息来源太单一了 要么就是每天的新闻联播 要么就是一些报纸官媒 哪有自媒体 没有自媒体 也没有网站啊 要么就是在学校里面 老师灌输那一套主旋律的东西啊 要你奉献啊 要你加班啊 包括我的刚开始工作的时候 也是动不动 老板给你画大饼啊 让你加班奉献啊 现在都善于思考了 现在你在忽悠 你怎么忽悠 现在都有自己的啊 自媒体时代了 都可以自己去思考了 你再让人们之间互相去逗来逗去 人家就不是这一套了啊 我们再看看网友是怎么评论啊 为什么要斗争 不是有法律吗 和平年代跟谁斗争啊 斗争能不能找生活费 这要是在文革时期啊 斗争还真的能够为自己争取很多利益呢 特别那时候人与人之间互相举报啊 夫妻之间互相举报 父子之间互相举报 那真是一个魔鬼的时代啊 家庭传统道德文化分崩离析 你现在你还要把这个斗争给弄出来 你忽悠谁啊 真的都说习近平呢 是毛泽东第二 他确实是想走毛泽东的老路 但是呢 习近平这就有点赶不上时代了啊 因为这不是之前啊 毛泽东那时候 什么炮打森林部一发落文革 那是几亿人遥相呼应啊 现在呢 你不好忽悠了 互联网时代你忽悠谁去啊 你是爱跟谁斗 你跟谁斗去啊 你招呼人矿啊 大家都忙着奔疲于奔命 为了生活疲于奔命啊 那么在这里呢 再稍微说几于这个人矿 不人矿的这么一个信息啊 其实这个人矿啊 我昨天我看了一个自媒体 他是怎么说的 他说我这一代人啊 我的父母 终于把他的房子还完房贷了 然后当时呢 我在前几年还在上学 我父母呢 给我买了一套房 然后呢 替我还这个房贷 当时我在上学 我没有这个能力就还房贷吗 然后我父母 替我还这个房贷 当我自己能工作 能赚钱的时候 我能不能还房贷了 能每月还多少 每月赚五千还四千五 到最后呢 还是没钱生活了 迫不得已 父母继续帮着还房贷 然后算这笔账 再过几年这个房贷要还完之后呢 我要结婚生子了 到时候呢 我又要考虑给我的子女 就重复这么一个生活过程了 他就是想不通了 人活着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告诉他 咱们就是人矿 钱到哪里去了 几代人不停的还贷款 钱到哪里去了 我们就是矿 我们创造了资源 创造了价值 被别人挖走了 这就是一个赤裸裸的现实 很多人都意识到这一点了 为什么说很多人 现在年轻人不好呼吁了 现在的年轻人 接着跟猴一样 很多人都意识到了 什么内卷吗 什么人矿啊 什么对于这个斗争文化 不买账呢 说明现在的年轻人呢 通明 而且包括从去年到今年 我们能够看到了一些现象 咱们可以串起来说 你比方说从去年福士康事件 福士康暴动 20万辞职 然后还有 昨天的什么重庆药厂 这是昨天事情 再往前说 白纸革命 白纸革命人喊着 习近平下财 共产党下财 这可大多数是00后啊 或者说是95后 新一代年轻人 互联网时代成长起来的一批人 你想洗他们的脑 不好洗了 当然了就是包括我想给他们洗脑也不容易 我给他们说什么共产党是邪恶的 你不要去相信共产党的历史 可能我给他们去洗脑不容易 但是共产党要给他们洗脑也不容易 就让他们讲奉献 让他们去讲斗争 让他们去内卷 他们也不买账 这是今天咱们几件事情串起来说 过年了 咱们现在放轻松一点 好吧 那就先说到这里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